秦宫也不必太担心,夫人是动了胎气,待歇息一会儿再吃一副药,就没事了。 有劳太医。 夫君,我…… 沈云威有口难言,之前的心一直为孩子的事而悬着,倒也顾不得其他。 如今太医说了孩子没事,周氏君将自己抱起的那一幕便是充斥在了心底。 他看着面前的丈夫,即便他什么也没说,可沈云威也知道,宫里有那么多双眼睛看见了,这件事也一定都传到秦室中的耳里,他肯定已经知道了。 唐浩。 夫君, 祁王殿下将我抱了,一路上很多人都看见了,他们……他们在背地里,一定会说你…… 随便他们怎么说,什么也没有你孩子的命重要。 夫君,你不会怪我的,是不是啊? 我怎么会怪你,怎么舍得怪你,我只怪我自己,为什么不在你和孩子身边。 因为你只需记得,凡事都有夫君在,现在最要紧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子,听我的话,不要胡思乱想。 启离便公爷,该去向先帝的子宫致哀了,于国公、郑国公、平南侯、郑恩侯都已经去了,就差您了。 夫君,你快去吧。 夫君,你快去吧,为先帝举爱是大事,不能耽误的。 太医也说了我没关系,再说,柔姑姑也在外逃,你放心去吧。 沈云威看着丈夫高大的背影离开了那店,四周顿时安静了下来,他倚着床头,无声地缓住了自己的肚子。 虽然刚才口口声声劝着丈夫离开,可当秦时中真的走了之后,他的心却是空了下来,说不害怕,也是假的。 你打我? 是你? 你来这里做什么? 省省省力气吧,如秀那丫头早已让我支开了,眼下,所有的人都在法华殿伺候着,可没人来供你使唤。 你又不着这样害怕,我不会伤你,也不会伤你腹中的那块肉。 你究竟想做什么? 我想做什么? 沈云威,你究竟给王爷下了什么迷魂汤,让他居然能荡着皇后的面将你抱走? 还是说,你肚子里的这块肉,根本不是秦时中的骨肉,而是王爷的肿。 你不要胡说。 我胡说? 这京城谁不晓得,王爷当初用自己的千金之躯从刺客手里换下了你。 王爷是什么身份?若不是你在途中百般勾引,让王爷被你锁迷,他能用自己的姓名换你? 古如秀! 怎么?你这孩子算算日期,的确是在北京时怀上的,而那时候,王爷也在北京。 沈云威啊沈云威,你倒真不简单,竟然能将王爷和秦时中两个人都玩弄在鼓掌之间。 还是说,连你自己也不晓得,你肚子里揣的这块肉,究竟是谁的? 你打我? 是,我是打你,可是因为你该打,该打你这一招不干不尽的嘴。 沈云威,你以为你比我强吗? 沈云威,你可曾听过一句话,叫做,结发为夫妻,恩爱两不宜。 而秦时中的发妻,是我,不是你。 顾荣秀娇艳欲滴的红唇中,轻飘飘地吐出了这句话来。 他分明没有用丝毫的力气,可这句话,却还是如同一介重拳般,狠狠地砸在了沈云威的心上。 沈云威,你可知道,你如今住的那间院子,曾经是我住的,院子里的那一棵柳树,是我亲手栽的。 这叫什么? 大约,就是叫前人栽树,后人成粮吧。 你说是不是啊? 嗯? 对了,还有子安,说来也真可笑。 这孩子打小就不在我身边,可我才照顾了他两天,他这就离不开我了,一声声地喊着我娘亲,还要我留在秦府,留下来陪伴他。 你说说,这孩子呀,还是和亲娘亲,养娘对他再好,那也是养娘不是? 不过,我还是要感谢你啊,感谢你这些年,替我照顾我的儿子。 沈云威想起秦子安依偎在顾荣秀怀里的样子,顿觉心口一疼,腹中的抽痛仿似在这一刻也变得紧密了起来。 沈云威,你用我用过的男人,住我住过的地方,养我生下的孩子,也多亏了是你,性子好,能容忍。 这若换了别人,你说说,哪家的姑娘肯过这等日子? 我不要的男人,你却拿去当个宝,这想起来,不是个硬人吗? 你,你住口,你不要再说了。 好,我不说,要说,也不能怪我在你面前说这些话。 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,我这条命可都是被王爷掐在了手里的。 那时候,王爷是真打算杀了我的,多亏了秦时钟,是他救了我。 却要不然,我哪儿还有这机会,和你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。 撂下了这一句,顾荣秀方才奄然一笑,离开了片殿。 如顾荣秀所说,那时候,周世军掐住了他的脖子,的确是要杀了他的。 是秦时钟,是秦时钟从周世军的手里救下了他。 沈云威的身子一软,终是倒在了床上,他的面色如指。 随着他的倒下,两腿间却是涌来一股热流,就见自己洁白的衬裙上,已是落满了斑斑血迹。 而顾荣秀的那些话,却仍是依依在耳旁响起。 沈云威,你用我用过的男人,住我住过的地方,养我生下的孩子。 我不要的男人,你却拿去当个跑。 秦时钟的发妻,是我,不是你。 沈云威只觉得自己的脑子乱滔滔的,翻来覆去,都是顾荣秀的声音。 他疲倦极了,头疼的仿似要炸开一般。 而他下身的血从身子里鼓鼓而出,他却浑然味觉。 当卢姑姑走进内殿时,刚进屋,便嗅到一股浓烈的血腥气。 就见沈云威面无人色地躺在那里,而他下身流出来的血,几乎将褥子都给打湿了。 平恩宫夫人与法华殿动了胎气,要早产的消息也是传遍了皇宫。 顾家妹妹,你说那秦夫人可是从民间来的。 这身子鼓怎么也这般不经用,才不过跪了一宿罢了,就要早产。 嫂嫂不必担心,都说民间的女子好生养,秦夫人这一回也定会化险为夷的。 话虽如此,可如今先帝刚逝,她便要在地灵前早产,实在也太过凑巧。 怕就怕,别人要说她对先帝不敬,皇后娘娘也会怪罪。 不论皇后娘娘怎么怪罪,总不能不让人生孩子,您说是不是啊? 哎,妹妹说的是,只怕秦夫人这一回能平平安安的。 秦夫人,您还是出去吧,夫人这就要生了。 你听着,我就在这陪着夫人,你该做什么便做什么,夫人若有个三长两短,你自己掂量。 还请秦夫人放心,下官必定竭尽所能。 夫人呀,你要有力呀,您这样,可是生不出孩子的。 云威,云威。 恍惚中,沈云威只觉得自己听到了一抹熟悉的男声,映入眼帘的,便是秦时中焦灼到了极点的面容。 云威,你别睡,快醒醒,孩子需要出事了,你振作一点,听到没有? 沈云威的神智稍稍清醒了一些,对,他的孩子要出生了,他不能睡。 他等了那样久,才等到与孩子见面的这一天,他不能睡。 云威,快好了,就快好了,孩子就快出生了,没事了,快没事了。 对不起,云威。 他看着丈夫的眼睛,顾荣秀的那一番话,却又一次钻进了心上。 秦时中的发妻,是我,不是你。 我不要的男人,你却拿去当个宝。 你用我用过的男人,住我住过的地方,养我生下的孩子。 那些话,如同一把把匕首般,要将人割得体无完肤。 顾荣秀的那些话,若换在平时,他定会劝为自己不会放在心上。 可偏偏,偏偏是他要生产的时候。 这些话,便如梗在喉般,让人心里那样的难受。 夫人,你使劲呀,你有力呀,你这羊水已经快流尽了,再拖下去,孩子就危险了呀。 云威,别怕,我在这儿,我一直都在。 嬷嬷也是没了法子,催产药已经灌了下去,然而沈云威去还是公缩无力,再这般拖下去,别说孩子,就连大人也是要支撑不住了。 大人,夫人这是难产了呀,你,你看,大人,你尽快拿个主意,这情形,怕是夫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了。 大人,您看,您看,您是要保谁? 保夫人。 男人直接了当地开口,她的声音那样有力,没有丝毫的犹豫。 不,我要我的孩子。 于威,我要我的孩子。 沈云威嘴巴里只有这一句话,只拼命地打起了精神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一次又一次地用力,近乎是豁出了性命去生下这个孩子,他和秦时中的孩子。 娘娘,明日您还要去领钱守孝,吃一些东西早些安置吧。 已经过去了这样久,他为什么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? 听说,秦夫人是遇上了难产。 难产? 娘娘,您就别理会了,还是快些歇息吧,难得皇后开安,准许咱们回来。 我睡不着。 娘娘,是在担心秦夫人。 我担心她,我巴不得她早点死。 那您这是,我……可她若是死了,她一定会很难过。 所以,我还是希望她活着,和她的孩子一起,好好活着。 娘娘,如翠,即使她待我不好,可我还是不想看见她难过。 娘娘,您这又是何苦啊? 花音刚落,就听一声嘹亮的阴蹄划破了夜空。 你听见了,是不是?是孩子在哭,是她的孩子在哭。 是啊,娘娘,想来秦夫人已经诞下了孩子。 好,好。 因为,你为我生下了一个女儿,这是咱们的闺女,让你受苦了。 不要让别人把孩子抱走。 好,我在这守着,孩子就在咱们身边。 是奴婢没有看好夫人,还请大人恕罪。 你去了哪里? 奴婢原本一直在殿外守着,可后来,姚妃娘娘身边的如兰过来找我,请我去封藻宫一趟。 奴婢,奴婢不敢不去。 等奴婢回来,究竟夫人快要生了。 奴婢找你,所为何事? 奴婢娘娘在先帝灵前伤心过度,这两日一直不吃不喝。 奴婢曾服侍过奴婢娘娘,如来让我去劝一劝娘娘。 在我离开之后,还有谁进去过编店? 说。 回禀公言,齐王殿下之前的侧妃,顾家的大小姐,曾,曾来过。 你说什么? 奴婢,奴婢也曾上前阻拦,可是,可是她说,她只是跟夫人说两句话,还给了奴婢姐妹一对金镯子,让奴婢姐俩不要将此事告诉你。 奴婢们,奴婢们知错了,奴婢们也没法子,还请公言恕罪。 夫君。 行了,还疼吗?奶娘刚给孩子喂过奶,怕吵醒你,就没把孩子放你身边。 夫君,我在宫里生下孩子,皇后娘娘,会不会怪罪? 不会,奴婢,你放心,没人敢怪罪你。 她心里隐约知道,丈夫手握重兵,乃是众人想要拉拢的对象。 而龙安帝此番暴婢,还不曾立下太子,而不论是谁想当皇上,都少不了丈夫的支持。 这样说来,即便是皇后,在如今的情形下,也不敢为难她的妻女。 我已经向皇后请过罪,皇后也已经下了旨,让你在宫里安生歇息。 你不要多想,只需养好自己的身子。 真的? 真的? 夫君,你让人恢复传个话,让我娘和嫂嫂这些日子多多照看一下子安。 我们都在宫里,顾不上她。 怎么回事? 小姐,是,是秦公爷。 小姐,秦公爷怎么不在宫里陪着沈云威母女,她怎么出宫了? 下来。 秦时中,你要做什么? 秦公爷,你,你饶了我家小姐吧。 古荣秀,我看在孩子的面上,数次放过你,你还真以为我不会杀你? 秦,秦时中? 你究竟和云威说了什么? 沈云威,她不过是个低贱的民女,她究竟有什么好让你和王爷都这般护着她? 在你眼里,她只是一个民女,可在我眼里,她却是无价质宝,比你珍贵一千倍,一万倍。 秦时中,你既然想知道我和她说了什么,那我就成全你。 我告诉她,你的发妻不是她,而是我,她将我不要的男人拿去当宝贝,她用我用过的男人,住我住过的地方,养我生的孩子。 你说她,可笑,不可笑。 你这个毒妇。 云威对你的孩子势如己出,你身为生物,却不曾有丝毫感恩愧疚之心。 死你这种毒心心肠之人,留在世上也是祸害,我今日就了结了你,省得你再去害人。 秦宫爷,我们家小姐好歹是国公府嫡出的大小姐,你若是杀了她,就不怕我们家老爷和大少爷吗? 顾家的人,我从未放在眼里。 你尽管回去告诉顾老太爷和顾荣峰,就说顾荣秀的命,交代在我秦时中手里。 岳爹,不要! 哥,哥。 放开她。 爹爹,孩儿求你,你,你不要杀她。 秦兄,你莫非要当着孩子的面,让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父亲,杀了她的母亲。 她不配做孩子的母亲。 秦兄,秦兄若执意对荣秀动手,咱们顾腹也不是没名没姓之辈。 如今先帝尸骨未寒,秦兄便要在先帝的丧亲内,在皇城里杀人。 看来秦兄是要其秦夫人与西夏儿女不顾,即便偿命也要杀了荣秀不成。 顾某自知不是秦兄的对手,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。 秦兄若真要杀了荣秀,顾某也无话可说。 但秦兄可曾想过,你取了荣秀的性命,你又岂能独善其身,除非你想反。 爹爹,您放了他吧,他,他毕竟是孩儿的亲生母亲。 听着孩子的祈求,秦时中的心微微一痛,他向着儿子看去。 但看见孩子那双清澈的童人后,男人闭了闭眼睛,终是松开了顾荣秀的身子。 荣秀! 爹爹! 告诉爹爹,你为何会和顾荣峰在一起?身上的病多好了? 嗯,爹爹! 爹爹爹! 爹爹今天,顾,顾大人! 他的确是你爹爹,你直观喊,没事。 爹爹听我我生病了,小商便来府中看我。 我听府里的人说,娘亲在宫里,为我生了一个妹妹。 我就要求了爹爹,让爹爹带我进宫去看小妹妹。 爹爹正好要进宫,给先皇首相,就把我带来了。 没想到,会在路上看见爹爹和,和他。 没错,你娘是给你生了个小妹妹。 提起刚出生的女儿,秦时中的神情情不自禁地一软,刚欲叮嘱儿子让他远离顾荣秀。 可看着孩子明彻的同仁,他又要如何告诉孩子他的亲生母亲在利用他。 秦时中心下一叹,只觉在年幼的孩子面前,所有的话都是说不出口。 走吧,爹爹带你进宫,去看小妹妹。 娘。 紫安,你怎么来了,是谁带你来的?爹爹呢? 爹爹就在外头,是爹爹带我进宫的。 紫安,你的烧都退了。 娘,你还疼吗? 你看见紫安,就不疼了。 娘,对不起。 傻孩子,你哪有对不起娘。 我,我帮着,帮着孤容秀求情。 娘,对不起。 她是你的亲生母亲,你替她求情,是为人子的本分。 娘怎么会怪你呢? 来,咱们来看看小妹妹。 紫安还没见过她,是不是? 娘,这就是妹妹。 嗯,这就是妹妹。 娘,妹妹好小。 秦时中进屋后,映入眼帘的便是沈云威唇角情着微笑,在与秦子安说着什么。 这一幕,说不出的温馨静谜。 紫安,记得在秀水村时,你和爹娘说过,你会帮着娘亲照顾弟弟和妹妹? 是的,爹爹。 我是哥哥,我会帮着娘亲照顾妹妹的。 对于丈夫方才的那一句话,她是明白的。 府里有的是乳娘和嬷嬷,可让秦子安帮着照料婴儿,便是要让孩子知道,父母和妹妹都需要她。 即便有了妹妹,她对于父母而言,仍是必不可少的孩子,而绝非有了妹妹,她便变得无足轻重起来。 更何况,让秦子安陪伴着妹妹长大,他们兄妹的感情也会越发浓厚。 夫君,皇上,什么时候出币? 再有三日,先帝的灵鹫便会安葬在前陵。 那,我和孩子什么时候能出宫,回府呢? 你刚生下孩子,孩子又是早产,你们娘俩哪里能经得住颠簸? 可是,这里是皇宫,皇后娘娘。 你放心,只管安安心心地在这里坐着月子,至于其他,一切由我。 宫中情况如何? 回王爷的话,赵王殿下今日又已进宫,在凤宁宫与皇后密谋了两个时辰,倒不知说了些什么。 明日父皇便要下葬,可事到如今,我却还不曾将父皇的死因查个分明。 王爷如今被皇后下令留在王府面壁思过,就连明日先皇出殡,皇后也不许王爷前往。 先殿那边,怎样了? 启禀王爷,秦夫人的身子已是日益好转,母女一切安好。 这边好。 王爷,因着秦夫人的事,如今宫中已是流言四喜。 他们说什么? 说,说本王与秦夫人私相授受,暗通款取不成。 那些人倒不敢说得如此露骨,不过也与王爷所言八九不离十了。 哼,只怕这其中,少不得母后与三哥推波助澜的份。 王爷,树树下之言,秦时中在民间素有威望,而您之前的侧妃又是秦时中的妻子,即便当初是顾家与赵王联手设计,可民间百姓哪里能知晓其中的隐秘? 此事,王爷终究是背上了仗着身份,夺走功臣之期的名声,让世人以为王爷荒唐好色,不堪大用。 而今,您在法华殿当着后妃与京中贵族女眷的面儿,抱走了秦夫人。 虽然王爷心怀坦荡,所作所为乃是为了秦夫人的安危着想,可在别有用心之人看来,此事是重伤王爷绝佳的机会啊。 你所说的,本王岂会不明白? 王爷,数数下直言,因着之前顾侧妃的事,您与秦时中已经结下了梁子。 如今,您与秦夫人之间的流言又是铺天盖地,就连坊间百姓这几日茶余饭后所谈论的,也无不是您和秦夫人之间的事。 这般下去,别说得到秦时中的军方支持,只怕秦时中会与王爷作对,安地里要相助赵王啊。 本王从未寄予过那把龙翼,但父皇死得蹊跷,身为仁慈,若不能将此事查清,本王一辈子都不踏实。 苏太医,你老这次可伤本王好找啊。 王爷! 还请太医如实相告,父皇他,究竟是如何死的? 但凡王爷的人迟上那么一步,老朽这条命啊,只怕就要不明不白地交代在路上了。 王爷知道,皇上这两年的身子不好,但只要按时服下汤药,下官敢用向上人头担保,皇上的身子大可再撑上两年。 可就在两个月前,皇上的脉象大变,身子也是一日不如一日。 下官细细查验过皇上的脉案,发现皇上身上的种种迹象像是……像是……像是什么? 像是中毒所致啊。 中毒? 下官那日在太医术中查看皇上的脉案时,却被皇后身边的大太监李重安瞧见了。 下官心中害怕,当日便是收拾了戏软离宫,一路上求死一生。 这次若不是得王爷所救,下官铁定是没命了呀。 他们竟然敢,他们竟然敢,王爷,恕下官无能,王爷这些日子不在京师,下官无人可禀,值得离开京师保命,还望王爷赎罪呀。 告诉本王,这些日子,都是谁陪在父皇身边? 王爷荣禀,皇上自病倒后,除了皇后与淑妃之外,便只有陆妃娘娘陪伴在侧。 苏华农,他对父皇一向冷漠,父皇病重,他又岂会这般殷勤? 说来也怪,之前皇上每回生病,陆妃娘娘都是跑得远远的,连个毛也不应。 可这次,就连为皇上更衣喂药之事,也都是他在做。 听着苏太医的话,周氏军没有再说话,谋中却有金光一闪而过。 娘娘,明日就是皇上出殡的日子了,您今晚还是早上歇息吧。 今日是谁在先帝灵前守着? 是三殿下和五殿下。 赵王也在宫里? 是的,娘娘,如今…… 先皇临终前不曾立下太子,如今皇位空玄,其王又被皇后下令,待在府中反省。 赵王可谓是一枝独秀,在这宫里,只怕已是赵王的天下了。 嗯,本宫的一番心思,总算没有白费。 娘娘,今后,若这是赵王殿下登上了皇位,娘娘有何打算? 自从进宫的那天起,我便是一个活死人罢了。 打算?我能有什么打算? 我所求的,不过是保住性命,除此之外,再无他求。 夫君,先皇他已经下葬了吗? 嗯,葬在了前林。 夫君,咱们回府吧,好吗? 云威,我和你说过,你只管安心在宫里住着,无人敢说你什么。 不是因为别人说我,而是我想娘了,都说养儿方知报娘恩,有了这孩子,我才晓得母亲的不义。 夫君,咱们回去吧,娘不能进宫看我。 这些日子,他和爹爹一定担心坏了。 好,你想回府,那咱们就回去。 夫君,你,不要怪齐王爷,你们不要作对,好吗? 夫君,你在生气吗? 云威,我希望你和我说实话,你很担心我和周世勋作对? 齐王爷曾经几次三番地救过我和孩子,也许他的方法欠妥,可我能感觉到他没有丝毫的恶意。 所以夫君,你不要怪他,好吗? 云威,周世君与我而言,便如同顾荣秀之于你。 若我和你说,让你不要去怪顾荣秀,让你与顾荣秀把守言欢,你能做到吗? 沈云威心头一阵,顾荣秀的那些话油言在耳,他的那些话远比利刃滑在身上还让人难过,若让他不要怪他,与他把守言欢。 沈云威,沈云威扪心自问,他做不到。 对周世君,我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。 云威,不要再来挑战我的耐心,我希望这次是你最后一次与我提起他的名字。 你这样忌惮他,是因为他曾经从你身边夺走了顾荣秀吗? 不,是因为你没有男人能忍受别人觊觎自己的妻子。 尤其这个男人还是与自己有过夺妻之恨的人,你懂吗? 那在你心里是顾荣秀重要,还是我重要呢? 哎,你这不是废话吗?因为,这世上没有人能伤害你。 平安功夫,秦时钟小心翼翼地将沈云威母女放在床上。 夫君,这里不是咱们的屋子? 这里是南岳,之前一直没有人住过,我命人收拾了出来,你先在这里住着,等出了月子,咱们就搬家。 搬家? 是,搬家。这间宅子,咱们不要了。 为什么? 因为,顾荣秀当日去见过你,他与你说了那些不堪的话,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 你都知道了。 告诉我,云威,为什么? 因为,她是子安的母亲,我,我不能说。 傻子。 小姐,您醒了? 小姐,孙大日大少爷将您带回来后,您便起了高烧,太医已经来看过了,他说您的喉咙受了伤,近日恐怕都不能说话, 但只要好好调理一阵子,就可以恢复了。 顾荣秀的身子颤抖着,他枉然的张大嘴巴想说话,可无论怎样用力,都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。 不论是秦时中,还是周氏君,他们都想杀他,为了沈云威,他们都要杀了他。 哎,你说说,咋说生就要生啊? 又偏生赶在老皇上刚没了的时候,你在宫里生下这孩子,皇后娘娘可没说啥吧? 哎呀,这丫头也会挑时候,早不出来,晚不出来,偏生要在那节骨眼上折腾你。 哎呀,小宝儿听听,外婆怪什么了,是不是? 你这整日,小宝儿,小宝儿的叫,姑爷啥时候给孩子取名呢? 夫君说再过些日子,就是小宝儿的满月,等到时候呢,再请先生给小宝儿取个好名字。 姑爷对这丫头虽然好,可到底只是个丫头骗子,不顶用。 云威啊,别说娘不疼小宝儿,姑爷如今的身份地位可都在这摆着啊,甭说她,就连在咱们乡下哪个男人不想要儿子啊? 娘,不是还有子安吗?夫君有儿子的。 哎呦,傻闺女,正因为有秦子安在,你才一定要有个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可啊。 娘。 云威啊,若是那秦子安的娘亲早逝,她没了亲娘,你有没有亲子倒也无所谓,可她的亲娘如今还在人世,你也别以为娘不晓得,她那亲娘可不是省油的邓,心情还扮作婢女混了进来,秦子安还替她求了情,是不是? 念其母亲住在府里,当日顾荣秀夜闯秦府的事,多多少少也会听见一些。 当下,沈云威沉默了下来,等于是默认了。 你瞧瞧,你对那小子一直是实打实的好,说是掏心掏肺也不为过,可人家亲娘一来,你不还是要靠边站了? 沈云威啊,听娘的话,等你出了月子,就给这丫头把奶水借了,把孩子交给奶娘养着,你趁着机会,下把劲儿,赶紧给姑爷再生个儿子。 娘,我和夫君商量过了,我想亲自喂养小宝儿。 哎哟,你傻不傻,这府里这么多的丫鬟嬷嬷,你还担心别人照顾不好你这宝贝闺女? 你亲自喂这孩子,哪儿还有功夫去照顾姑爷? 沈云威见母亲这样说来,刚要开口,就听婢女行礼的声音从屋外传来。 听这动静,沈云威便知道秦时钟回来了。 当着女儿的面,沈云威自然是有什么便说什么,可秦时钟一回来,沈云威顿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 姑爷回来了。 岳母也在。 贤这无事,就想来迎威这里看看,姑爷今儿回来得到早。 沈云威着笑,比起先前在秀水村时,尾时是一个天,一个地了。 见秦时钟回来,沈云威不敢久留,只与秦时钟略微说了几句话,就离开了女儿的院子。 你瞧,你又把娘吓走了。 怎么样,宝儿今日闹你了没? 没有,小宝儿一直很乖,太医刚刚也来瞧过了,说是小宝儿养得极好。 让那些奶娘和嬷嬷们精心点,晚上就让他们带着宝儿睡,你好好歇息。 夫君,若是小宝儿朝着你睡觉了,你就在书房歇息吧。 为了闺女,连夫君都不要了,赶我走,啊? 哪有,我是心疼你。 傻话,云威,我也心疼你,你现在还在月子里,要好好歇息。 我懂你想亲自喂养孩子的心思,我答应你,你可以亲自照料宝儿,可晚上你必须要把孩子交给奶娘,自己好好歇息,知道吗? 可是 你身子还没恢复,她这一夜都要吃好几次,你哪里撑得住啊? 我都听你的。 这才是好媳妇,对了,再过几日就是宝儿满月的日子,我打算请一些同僚,给孩子好好庆祝一下。 可是夫君,先皇驾崩,如今还在先帝的丧气,咱们不好给宝儿庆祝吧? 小人精,懂得倒是越来越多了。 咱们不要请别人了,就你,我,还有子安,我爹,我娘,大哥,大嫂,还有妞妞,咱们一家人给宝儿庆祝一下,也就是了。 因为,咱们成亲的时候,我已经委屈了你,如今宝儿满月,我再也不能委屈你们母女。 啊,夫君。 芸妞,跟着我,委屈你了。 你说到哪儿去了,咱们都有孩子了,你还来和我说委屈不委屈的,更何况,你如今都是大将军了,你让我当上了告命夫人,又有那么多人伺候我,我哪里还委屈呢? 将军也好,侯爷也罢,不管我是谁,我毕竟成过亲,又有过孩子。 就算我权倾天下,可是芸妞,我仍旧陪不上你。 夫君,你怎么会这么想? 芸妞,世人都说,我最大的功绩是收复墨碑,打败打打,被圣上奉为王侯,其实他们都不知道,我最大的功绩是娶到了你。 别点灯,小姐,您怎么了?这么黑,怎么不让奴婢点灯呢? 我不想见光,也不想见人。 小姐,您怎么了? 我怎么了?我已经沦为整个京师的笑柄,周世军想杀我,秦世忠也想杀我。 我嫁了两次,到头来,却还要在娘家过日子,这世上,还有比我更可笑的女人吗? 小姐,您别这样说,您还有子安少爷。 子安,他虽是我的儿子,可他,却从没喊过我母亲。 小姐,沈云威只生了一个女儿,子安少爷是秦公爷西夏唯一的少爷,等日后子安少爷长大,也定是要承袭爵位的,到时候便是你母平子贵的日子。 小姐,您少爷忍耐些,您的好日子,全都在后头。 好日子?我的好日子,早已让沈云威那个贱人抢走了。 说没有她,我最不尽,也还是个平恩宫的夫人。 是她抢走了我的身份,也抢走了我的儿子。 小姐,人带来了? 奴婢,奴婢给顾大小姐请安。 你就是秦府的奶娘,秦氏中那闺女,都是你在照顾? 是,子小姐出了娘胎,便都是奴婢在照顾小姐。 不是说,都是秦夫人自个儿照料孩子吗? 先前,的确是夫人亲自照顾孩子,可是后来老爷心疼夫人,白天让夫人照看孩子,可等到了晚上,都是奴婢们照顾。 很好,今天是孩子的满月宴,秦氏中夫妇必定忙于招待宾客,孩子定会交由你照顾。 到时候,你便将孩子放在石栏里,想法子送出府。 顾大小姐,这,这可使不得,小姐是老爷和夫人的心头肉啊,奴婢,奴婢怎敢把孩子偷出去。 啰嗦。 闻言。 顾容秀不耐地瞪了她一眼,取出一枚银锁,向着乳娘智去。 要说也难为你了,自己的奶不能给自己的儿子吃,而要去喂别人的闺女。 顾大小姐,这是小儿身上的银锁,怎会在你这里? 实话不满你,你儿子如今在我手上,你那丈夫好赌,已经把孩子输给我了。 啊,她竟把儿子输了。 我也不与你废话,你把秦师中的女儿抱给我,我就把你的儿子还给你。 用别人的闺女换回你的亲生儿子,这笔账,你可不亏。 你自个儿瞧瞧,这里面是足以让你们母子一辈子吃喝不愁的银子。 等你将孩子送出来,我就派人将你们母子送出京师,让你摆脱你那赌鬼丈夫,带着孩子远走高飞,母子俩安安生生地过日子,岂不是好? 其实顾荣秀所说的话,于那乳娘而言,诱惑太大。 但顾荣秀说完,乳娘的眼睛中慢慢凝聚起了一抹光亮。 顾荣秀看着她的眼神变小的,甭说只是让她把孩子交给自己,哪怕是让她把那孩子杀了,她也会去做的。 哟,怕是咱们说话声太大,吵着了小姐了。 小孩家哭几声也是寻常,夫人不用放在心上。 因为啊,哭成这样,八成是饿了吧,要不把奶娘喊进来,把孩子带下去喂一喂。 平日白天都是沈云威亲自给孩子喂奶的,可此时当着诸多夫人的面,她自然不好坦胸漏辱,可若离席回避,又太过失礼了些。 听着母亲的话,沈云威便是点了点头,命人换来了她的乳娘,轻声叮嘱了两句,才让她将孩子带了下去。 不忍不必担心,切身随乳娘一道过去,帮着照看一下小姐。 啊,那就多谢嫂子了。 回到后院后,乳娘为着孩子吃了奶,将孩子哄睡后,为孩子盖好了背脚。 朱氏刚要起身,后脑勺上便传来一阵剧痛,接着便是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。 失去意识前,朱氏只看着那乳娘将孩子抱了起来,她吃力地伸出手想要呼喊,喉中却是说不出话来。 紧接着便手晕了过去,那乳娘抱起孩子,将孩子放进了一枣备下的石栏中,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屋子。 走到院外,就见两个嬷嬷在那里守着,看着她出来。 你咋不看着小姐,怎么出来了? 这么大个篮子,你这手里拿的啥? 今儿是小姐的满月酒。 方才夫人赐了我一些点心,我就想着送回家,让我家那口子也趁热吃上一口。 说完,那乳娘从怀里摸出备好的银子,悄悄塞到了两人手里。 两位嬷嬷可别说出去啊。 你这走了,万一小姐一会儿醒了,该咋整? 夫人的娘家嫂嫂在里头呢,她可是个好人, 准我快去快回来。 方才嬷嬷们是亲眼看着朱氏与乳娘一道回来的。 是一听乳娘这么一说,也都没有丝毫怀疑,只让她快些回来。 老爷,出事了。 出了何事? 小姐,小姐,小姐不见了。 你说什么? 话听中的沈云威也是听见了管家的话,当下一张翘脸失去了所有的血色,向着前厅奔了过去。 夫人,小宝儿不见了,是不是? 你先别急,咱们先弄清楚,你再重说一遍,说仔细点,到底发生了什么? 老爷,夫人,小姐本上沈夫人和乳娘惠娘抱回了院子,可等守夜的嬷嬷进屋之后,就见沈夫人倒在了地上,摇篮里也没了小姐的影子了。 就连惠娘也是一起不见了,守夜的嬷嬷说了,曾看见惠娘拎着一个石栏从后门出去了,说是,夫人赏了点心要拿回家,八成,八成就是她,把小姐放在石栏里头带走了呀。 派人去追,我必要将惠娘找回来。 云威,云威。 别怕,咱们的宝儿会没事的,不论付出多少代价,我也会把她带回来。 夫人,夫人,宝儿还那样小,她才刚满一个月,她还没有取名字。 顾大小姐,这孩子我已经给您带出来了。 瞧这小模样长得,多惹人疼,这孩子睡得倒熟。 回大小姐的话,努婢给孩子灌了些萌汗药。 哼,你做得很好,青罗,将银子给她。 是。 大小姐,奴婢的儿子…… 哦,你先上马车,我让人送你去和你儿子团聚。 最后那两个字,却是透出了一抹阴痕。 惠娘丝毫不决,只对着顾容秀不住地道谢。 她上了马车,刚掀起车帘,就现寒光一闪,车厢中的人已是一刀刺中了她的肚子。 惠娘连哼都不曾哼一声,就倒在了地上。 小姐,说奴婢多嘴,她既然已经将孩子送出来了,您何必还要了她的性命? 我一向说话算话,我说要送她去和她儿子团聚。 她不死,怎么和她的儿子团聚? 走,咱们回京。 小姐,秦府中得知孩子失踪,想来已经在四处寻找孩子的下落,咱们此时回京,岂不是自投罗网? 你不必担心,我自有安排。 这孩子如今可是无价之宝,有了这个孩子,便等于是扣住了秦时中的命门,让他做什么,他就要做什么。 小姐,你想让秦宫义做什么? 这么一个无价之宝,在我手里,岂不是太可惜? 属下见过王爷。 赫丽已经送去了。 回王爷的话,属下去送赫丽时得知秦府中出事了。 出了何事? 秦时中的小女儿不见了。 不见了?什么叫不见了?好端端的,孩子怎会不见了? 听说是府里的乳娘带走了孩子。 一个府里上上下下几百号人,看不好一个孩子,能让一个乳娘把孩子抱走? 暗中派出人马,一道去寻找孩子的下落。 是,王爷。 带属下走后,周氏群眼睛向着屋外看去。 秦时中,你究竟能不能照顾好他们母女? 说你不能,就休要怪我。 小姐,咱们好端端的来赵王的别院做什么? 不须多言,进去不就知道了。 这孩子便是秦时中的闺女? 回王爷的话,这女孩正是秦时中和沈云威新生的幼女,十分得他们夫妇的宠爱。 哈哈哈哈哈哈,好好好,有了这个孩子在手,便不怕他秦时中敢不听本王的话。 王爷英明,秦时中对这个孩子腾如性命,有了他,秦时中投鼠忌气,自然会乖乖的为王爷所用。 弟妹辞去为本王立下了大功啊,只不知那些…… 王爷放心,一切都已经料理了干净。 好,若他日本王成就大业,自然不会忘记顾府上下这份功劳。 王爷言重了,顾府上下任凭王爷差遣,哪怕是亲戚所有,也要助王爷夺得皇位啊。 如此,小王便谢过老太爷了。 云威啊,您别太难受,要当心自个儿身子,顾爷已经派人去找了,那个乳娘带着孩子,走不了太远的,孩子一定会有消息的。 你嫂子说得是,云威啊,孩子会找回来的,顾爷手下那么多人,还怕找不回她自己的闺女。 云威,你还年轻,娘说句难听话,就算这个孩子找不回来了,你还可以再生几个,你且把心放宽些。 娘,您这是在说什么?小宝儿是我的女儿,她是我的骨肉,她是我的心肝,是我的命。 不管我再生多少个孩子,哪怕一百个一千个,他们也比不上我的小宝儿。 小宝儿,小宝儿就像被带到哪里去了? 我娘和咱们无冤无仇,她为什么要带走小宝儿? 她还那样小,那样小弱,那些人会害死她的。 老爷,夫人,方才赵将军派人来传话,有消息了,什么消息? 是不是找到了小宝儿? 赵将军领了人,在城郊发现了一处女尸,细看下去,发现这具女尸正是惠娘。 那孩子呢,孩子没跟她在一块儿? 回老太太的话,在惠娘身边,不曾发现小姐的身影,这不是到被谁抱走了? 小宝儿…… 小姐,想来秦府如今已是人羊马帆,四处追查孩子的下落。 沈云威肚皮不争气,之前还曾落过胎,如今好不容易生了个宝贝疙瘩,就这么在她眼皮子底下丢了。 每次一想到啊,我就觉得痛快。 小姐,孩子如今放在赵王的别院,倒不知周不周全? 有什么不周全的?奶娘和老妈子赵王早已背下,那孩子呀,可是她手里的王牌。 若那孩子有个什么闪失,她拿什么去要挟秦时中?她可不会那样蠢。 还不曾旧寝,就听前院传来一阵喧哗,似乎还有兵器相机的声音。 小姐,听着动静,莫不是秦公爷带着人闯进了咱们府里? 若真是她,倒是来得正好。孩子不在咱们府里,咱们无需害怕,由着她去搜。 等明日,父亲和爷爷正好可以去御史台参她一本。 孤荣秀与青罗说话间,就听那阵喧哗竟是越来越近。 细听下去,竟是往孤荣秀这边的院子来。 孤荣秀,奴婢听着,好像有人朝着咱们这边来了。 怕什么?慧娘已死,所有的痕迹也都被咱们抹得一干二净,她找不到丝毫证据。 就这般无缘无故的闯进顾府,咱们还怕了她不成? 可是…… 秦时中,此地是我妹妹的闺房,你早已与她脱离了干系,如今你深夜带人闯我顾府, 莫非还要闯她的屋子,坏她的名声? 她还有何名声可言? 秦时中,你不要欺人太甚! 欺人太甚的是你们顾家! 即便晓得自己不是秦时中的对手,此时却还是柔身而上, 与秦时中缠道散了一处。 让开! 秦时中,你发什么疯啊! 秦时中,你守过军权,便不将朝廷放在眼里了吗? 说,我的女儿在哪儿? 不,你的女儿在哪儿,我怎么会知道? 顾荣秀,我已经饶过了你一命,我曾告诉过你,不要来考验我的耐心。 秦时中,你……你当真要杀我? 出手!秦时中,你要做什么? 我数三下,你若再不将孩子的下落告诉我,我立刻捏断你的脖子。 秦时中,我已经……落到了这步田地,有种,你就……杀了我。 秦,秦时中,你快放了,荣秀,你若胆敢赏我女儿分毫,明日我便进宫面见皇后娘娘。 阿尔,且慢。 秦时中不为所动,甚至看也不曾看来人一眼。 那人已是运出轻功,赶到了秦时中面前。 来人不是别人,正是赵王,周世云。 秦兄,好大的架子呀,莫非连本王的话,秦兄也不放在耳里了? 秦某来顾府,只为追查女儿的下落,此时还请王爷不要插手。 秦兄,本王知道你手握重兵,可若拥兵自重,别说对不起朝廷重恩, 你又有何颜面去面对天下的黎明百姓? 你带着人擅自闯入顾国公府,莫说顾家祖上曾为我大鱼立下过汗马功劳。 如今顾家三代仍在臭为官,你就这般带着人横冲直撞地闯了进来,扣着人家的女儿? 你的眼里究竟还有没有王法? 你还不快将顾小姐放了? 本王晓得,你的千金在满月宴上被人偷了, 本王也已派了御林军在京城周围寻找孩子的下落。 你一口要定此事与顾荣秀有关,又有何凭证证明啊? 听着周氏云的话,秦时中眼底竟是浮起了几丝若有若无的冷笑。 周氏云心中一阵,就见秦时中缓缓松开了扣在顾荣秀井间的手, 而是一步一步地向着自己缓缓走来。 秦兄? 治女无辜,王爷又何须如此? 秦兄这话是什么意思? 之前,秦某还不曾确定此事与王爷有关, 但看王爷这般快就赶到了顾府,倒让秦某不得不信。 你是他本王? 本王与顾老爷相交甚笃,老太爷更曾是本王的老师。 听问你擅闯顾府,本王又岂能指指不理? 周氏云,我不与你废话,将孩子还我。 秦时中! 你不要血口喷人! 你女儿走丢,干本王何事? 我再与你说一次,把我的女儿还给我。 把我的女儿还给我。 秦时中,你莫非敢反不成? 你若省了我女儿一根头发,你试试,我敢不敢反? 秦时中,你手上是掌管着大鱼的兵马,可你不要忘了,你手下的精兵全部镇守在北京。 秦时中,你在秦时中的兵力威护其威,又岂能与本王手下的御灵军对抗。 秦时中,那咱们就试试。 秦时中,周氏云,我为大鱼助手背心,而你身为王爷,却卢我女儿。 秦时中,我只与你说一句,你把孩子还给我,不然,咱们鱼死网破,我现在就杀了你。 你…… 平恩公快快助手! 母后! 怎么,见到了哀家,平恩公也不行礼吗? 她的眼中有压抑与隐忍划过,终是从周氏云的喉间缓缓收回了自己的手指,向着皇后行下礼去。 秦平母,儿臣听闻平恩公突然发难,领着侍从闯进了过过功夫,儿臣即刻带人前来。 就见平恩公欲杀了顾家小姐,儿臣上前阻止,祈祷平恩公便丧失了一世,一手擒住了儿臣,口口声声要取儿臣性命啊。 平恩公,赵王所言,可有此事。 赵王所言,却有其事,但却并非事情的真相。 那真相是什么? 真相便是赵王与顾父勾结,夺走了臣刚刚满约的女儿。 平恩公此话,可有证据。 事出突然,臣还不曾寻到证据。 平恩公,哀家知道,你的女儿在满约宴上被歹人所夺,你为人妇自然交集,可不论如何交集,也不能失了分寸,失了尊卑。 不分青红皂白的便要来杀人。 尤其是,要杀新帝的子嗣,杀当今的赵王。 平恩公,这次的事,哀家就全当你因爱女走失,一时失了心智才会如此。 至于赵王,哀家这便带回去,并让他细细追查孩子的下落。 你意下如何? 一切,但凭皇后安排。 好。 小辈们胡闹,倒是将国公爷也惊动了,等哀家回宫,便会派太医来给荣秀诊治一番。 看在哀家的面上,国公爷便不要再与平恩公计较。 老臣一切都听皇后娘娘吩咐。 给哀家说清楚了,秦时中的女儿究竟在不在你手上? 回母后的话,儿臣不敢欺瞒母后,秦时中的女儿此时的确在儿臣手里。 糊涂。 母后为何要打儿臣? 哀家打你这一巴掌,就是要你记住,你并非哀家亲子,若想登上皇位,务必要事事小心,一步也不能踏错。 儿臣让顾家的人,掳走秦时中的女儿,为他便是图谋大业啊。 母后啊,秦时中对那女儿腾如性命,那孩子在我手上,便不怕他不听儿臣使唤。 他今日,倒是笃定孩子在你手上,可他求你了吗,怕你了吗? 母后。 秦时中能以庶民之身,位居高位,统领边疆数十万的兵马,打出震惊天下的漠北大劫。 这样的人,连打打人都不怕,他能受你的胁迫,听你的使唤。 你掳走他的女儿,非但不能让他为你所用,反而会激怒他,甚至会逼得他谋反。 试问,他若想反,这天下间又有谁能治得住他? 云儿,你此举未免太让母后失望。 母后,是儿臣的错,是儿臣肆意妄为,行事前不曾与母后商量,还请母后恕罪。 你现在求哀家恕罪,你与顾家人勾结时,又为何不让哀家恕罪? 母后,是儿臣错了,日后,儿臣必定事事听从母后的吩咐。 行了,你先起来。 多谢母后。 母后,眼下咱们该怎么做? 那个孩子是否要还给秦始终? 不,眼下最要紧的,是坚决不能让他知道孩子就在你手里。 不论让他如何猜测,都不能让他找到丝毫证据。 母后,这是何故啊? 不能让他知道孩子在我手上,那鲁总这个孩子又有何意啊? 这孩子本就是个烫手山芋,也只有顾家那个蠢妇才能想到这等搜主意。 你今日可有承认孩子在你手上? 没有,儿臣还不曾说话,母后便带人赶了过来。 好,你只要咬死不承认,秦始终寻不到证据便没有理由发难。 那这孩子…… 那孩子,料理了干净,省得棘手。 儿臣,谨遵母后吩咐。 他去了故府? 是的,娘娘,听说秦公爷发了好大的火,险些夺了赵王的性命。 后来,若不是皇后娘娘匆匆赶到,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来。 您说说,秦公爷手里虽统领着北京的兵马,可京师的守军还是以御邻军为主。 要真打了起来,秦公爷手下的兵力,哪里能挡得住赵王和皇后? 还好,这场战事消逆于无形,不然,只怕京城现在已经血流成河了。 哼,皇后与赵王手里的御邻军不过是些绣花枕头,在秦石中的精兵面前,不过是以卵击石罢了,人再多又有什么用? 娘娘,您可不要这样说,如今说句不好听的,咱们和赵王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,若是赵王能登临大宝,与娘娘来说也是一件美事啊。 之前我是盼着他能护我周全,可如今看来,他事事听从皇后的吩咐,只怕日后即便登上大宝,也是个傀儡皇帝。 这样的男人,护佑能指望得了什么? 娘娘,要不咱们再去求求秦公爷吧,您服个软,和他好好道歉,有你们之前的情分上,他不会不管您的。 他现在一心都在沈云威母女身上,哪还有心思来管我的死活?我一直都是个孤家寡人罢了,从没有人在乎过我。 娘娘,您别这样说。 如翠心里有些酸涩,刚欲劝慰几句,却听屏风后传来一阵脚步声,不是旁人,正是赵王周世云。 你怎么来了? 怎么?这样就没见,你倒一点也不想我。 如今还在先皇的丧妻,咱们还是谨慎些,若被旁人察觉,你倒没干系,可我哪里还有命在,皇后第一个就不会饶过我。 哈哈,怕什么?等我登上了皇位,这天下就是咱们的,到了那时,还用怕那个老妇吗? 哼,我怕就怕,我已等不到那一天了。皇后恕我为眼中钉,她迟早要对我动手。 你放心,有我在,没人敢动你。 周世云,我替你除了老皇帝,你答应我的事,究竟何事才能完成? 秦师中手握兵权,轻易撼动不了她。 我听说,她的女儿从满月宴上丢了,眼下的她心机如焚,不正是扳倒她的良机。 你知道什么?那孩子,就在本王手上。 你说什么?那孩子在你手上? 不错,是顾荣秀派的人掳走的孩子,送到了我的别院。 顾荣秀,就是她? 原本想用那个孩子去要挟秦师中,谁知道那秦师中是个硬骨头,压根儿不在乎自己闺女的死活。 那你是要把孩子送回去? 送回去? 她既然不为我所用,那她的女儿自然直接料理了干净。 哎呀,行了,难道见你一次,还是办咱们的正事要紧啊? 周世云便是一记轻笑,抱着陆华农向着床榻上走去,将她压在了身下,肆意掠夺。 陆华农睁着眼睛,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周世云身下,却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云雨过后,周世云并未着急走,而是躺在了陆华农身侧,发出均匀的呼吸。 陆华农轻轻地坐起了身子,轻手轻脚地披一下床,地上散落着男子的衣裳。 陆华农伸出手,在衣裳里细细摸索了一番。 终于,找到了周世云的令牌,她拿在手里,眼睛隐隐发光。 娘娘,这样晚了,咱们去赵王的别院做什么? 心事中的女儿在赵王手里,眼下孩子就在别院,我要赶紧过去,把孩子抱回来。 什么?娘娘,咱们为何不速速通知秦公义? 是,来不及了,周世云要杀了那个孩子,快去让车夫再快一点。 是。 明明那孩子与他非亲非故,可他却仍是甘愿冒着大血,只因为那是他的孩子。 赶到别院后,府兵刚愈上前阻拦,陆华农亮出了令牌,府兵们即刻退了下去。 到了这一步,即便是龙坛虎穴,陆华农知道,他都没了退路,只得进去闯一闯。 孩子在奶娘的青红下已经入睡,刚满月的婴孩便有这一点好处,不认人。 不论是谁照顾,只要有奶吃,孩子总能乖乖听话。 你们是谁? 你看仔细了,这是赵王殿下的腰牌,是王爷吩咐我来抱孩子的。 那奶娘老是芭蕉,对王府里的事压根儿不懂。 见这两人能横行无阻地走进屋里,又听说侍奉赵王之命,自然不敢阻拦。 如最轻而易举的便是抱起了孩子。 快走。 两人匆匆离开了奶娘所在的院子,一路上都不曾遇到旁人,一切都顺利地不可思议。 对,不该是这样,不该哪样? 她的话音刚落,就听前面传来一阵脚步声,似是有许多人向着这边走来。 如脆抬头看去,究竟当先一人不是别人,正是周世云。 娘娘,是王爷,他不是睡着了吗? 你是贱人? 本王早就知道你对秦时中于情未了。 你此番带走这个孩子,莫非要还给秦时中不成? 王爷息怒,你饶了娘娘吧,娘娘,娘娘绝没有这个心思。 鹿花弄,是谁给你的胆子,让你敢背叛本王? 恳求殿下把这个孩子交给我吧。 交给你? 凭什么? 就凭,我替你杀了老王上。 闭嘴,你若再敢提起此事,我认识你性命。 我身为先帝的华妃,若是死在了王爷的府上,王爷当真能逃得了干些。 但凡我露出真容,王府里的人便都会知道,先帝的华妃娘娘深夜潜入了赵王的别院。 至于如何潜入,为何潜入,他们定会传的议论纷纷,一传十,十传百。 兴许那时候,我与王爷之间的那点事儿,就闹得人尽皆知了。 鹿花弄! 放我们走! 不然,咱们便拼个鱼死网破。 我是不要紧,一条贱命罢了。 而你,王爷,您可是要继承大统之人,您的名声可不能让我这么个贱人给玷污了。 你可想清楚了,为了这个孩子,与我作对,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? 你可别忘了,如今只有我才能保住你。 不敢劳王爷费心。 今后,王爷若想要我的命,随时来取便是。 如翠,咱们走。 娘娘,刚才可是将奴婢吓坏了。 待会儿,马车要到前头拐弯,你带着这个孩子趁着机会赶紧下车,躲在巷道里,留意着不要让孩子发出声音。 娘娘,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 周世云不会善罢甘休,刚才在他的府上,他不会轻易动手。 如今咱们离开了,他便会派出心腹前来刺杀咱们,绝不会让我把这个孩子还给秦时中。 娘娘,那咱们该怎么办? 你听着,我会在马车里把追兵引开,你一定要把这个孩子送到秦时中的府上,把孩子还给他们夫妻。 娘娘,为什么,您不是恨透了秦时中吗? 我是恨他,我甚至还想让周世云杀了他,可到头来,我才知道,我不仅不能让别人去伤害他,甚至也不能让别人去害他的孩子。 若我是这个孩子的娘,那该有多好。 好了,背话不要再多说,你准备下车吧。 记着,一定要小心,保护好孩子。 马车转过弯,陆华能瞅准时机,立刻让车夫停车,将如翠和孩子送下车后。 车夫一声轻笑,马车又一次驶入了茫茫夜色。 如翠抱着孩子,向着马车离去的方向看去。 并未站得多久,便是听见了身后的马蹄声。 如翠心头一紧,只慌忙抱紧孩子钻进一旁的巷子。 就见一只轻骑急驰而过,向着马车追去。 想起陆华能,一颗心便是揪在了一起。 如翠手忙脚乱地哄着孩子,听外面已是安静下来。 如翠大着胆子,抱着孩子走出了巷子。 奇料刚到巷口,就见一匹骏马立在了自己面前。 如翠大惊,下意识地抬眸。 却连马背上的人模样也不曾看清楚,只觉眼前寒光一闪。 那人已是抽出宝剑,一剑刺中了她的胸口,倒在了地上。 如翠似乎竭力想看清她的样子,却只见那人黑袍一闪,策马离开。 而他看着马上的背影,却是一个字也喊不出口。 孩子在哪儿? 孩子?自然被送回了父母身边。 你说什么? 卢化农,你怎么就这么狭贱? 贱人! 本王最后再问你一句,孩子究竟在哪儿? 我已经说了,我把孩子还给了秦师中。 走死! 王爷,有人往这边来了? 走! 是! 一行人趁着夜色遮掩,顷刻间便是去得远了。 陆华农已是快要昏迷。 迷迷糊糊中,只觉有人下了马,大步冲到了自己面前, 将她抱在了怀里,不住地换着她的名字。 大……大哥! 华农?是谁伤的你? 这个……不重要。 孩子……孩子在永兴大街。 第三……第三条巷口。 快……快让人……去接孩子。 夫君,这是陆飞娘娘。 陆卫,我随后再与你解释,她受了重伤,咱们先救人要紧。 可还有救? 公爷放心,尚可依旧。 那就有劳大夫。 夫君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晚上,我曾收到了一封传书,是华农传来的。 他说了什么? 他说,他知道了孩子的下落,让我前去接应。 去哪里接应?小宝儿现在在哪儿? 云威,他在信上并不曾说清楚,一切都只有等他醒来才能知道。 王爷。 怎样了? 回王爷的话,如醉姑娘还不曾醒。 他的胸口,让人用利刃锁伤,伤情实在太重。 能救活吗? 这,太医倒没说。 太医只说,幸亏咱们发现得早,不然,他这条命早就没了。 告诉太医,物不要将他给本王救活了。 他是陆华农的贴身士币,本王有十分要紧的事,落在他身上。 是,王爷。 孩子,孩子。 你说什么? 孩子,不要抢走孩子。 孩子?可是平安宫的孩子,那孩子现在在哪儿? 我不,我不知道。 娘娘,娘娘要我把孩子送到平安宫的府上。 可孩子,被人,被人抢走了。 是被何人抢走了? 我没看见。 王爷,您看咱们要不要和平安宫知会一声? 不用,在他清醒之前,不要再节外生枝。 是。 宫里可有什么消息? 回王爷的话,据咱们的人传了消息, 直到华妃娘娘和其身士币如粹一道失踪。 此事,李姨在宫里闹得沸沸扬扬,可宫里却是一片寂静。 且是皇后压制了此事,不曾让人伸张。 陆华农与周世云之间,定有见不得人的事。 皇后一心向着周世云,有关陆华农的事,她自然会帮着压下来。 可是王爷,咱们的人虽是寻到了如粹,却不知陆华农的下落。 再加上如粹一直昏迷不醒,从她口中也得不到有用的线索啊。 无妨,本王有的是耐心,一切就等她醒来再说。 秦府那边如何了? 孩子,人是没有一点消息。 自那日平宫待人擅闯过过功夫之后,金庄的御林军便是全数出动,尤其是赵王殿下,府上和别院都是背下了上千的御林军。 若真打起来,但凭平宫在金庄的兵力,怕是抵挡不住。 宫中的御林军不过是绣花枕头,在秦师中的虎狼齐面前,不堪一击。 秦夫人怎样? 听说秦夫人整日以泪洗面,茶饭不死,一时消瘦了许多。 难为她了。 王爷,您也已是派了人四处寻找孩子的下落,这件事您也尽力了。 以后…… 云威,伤害你的人,我绝不会放过。 你将孩子抢回来了? 行不如命,属下将孩子带了回来。 小姐! 咱们要赶紧把这孩子带回去,找奶娘喂一喂,不然,只怕这孩子又撑不住了。 你急什么? 你把这孩子带走时,可曾有人看见? 大小姐放心,并没有任何人看见。 嗯,你做得很好。 小姐,咱们快带这孩子回去吧,若这孩子腰折了,咱们就没了筹码去要挟秦师中,那还有什么意思? 您说是不是? 您说的不错。 您说的不错,走,咱们现在就带这孩子回府。 是。 您也先下去吧,若有事,我再找您。 是,属下随时恭候大小姐吩咐。 你放心,他死不了。 小姐,您是要将这个孩子再回顾府啊? 嗯。 可是,秦宫业前些日子,才来咱们府上要过孩子。 正因为他之前来过了,所以才不会再来。 再说,秦师中也不少,他一直以为孩子在周世云的手里,哪能想到他这宝贝女儿兜兜转转了一圈,就是回到了我的手势。 小姐,奴婢就担心,万一秦宫业知晓了此事,只怕他不会放过小姐您的。 哼,你爹差点捏断了我的脖梗,你说我要不要也捏断你的脖子? 小姐,这孩子就生一口气了,您可千万别…… 你怕什么?我只不过就是说说罢了,我好不容易才将这孩子弄到手,我若这么轻易就杀了他,那还有什么意思? 那小姐,您是打算…… 这孩子是秦师中和沈云威那个贱人的心头肉,我自然要用这个孩子狠狠地折磨他们,要让他们和我一样,痛不欲生我才甘心。 陆飞娘娘,我女儿在哪儿,你知道她的下落,是不是? 云威,你别急,慢慢说。 我怎么能不急,那是我的女儿。 陆飞娘娘,求你,求你告诉我,我的女儿,她到底在哪儿? 我刚才,我刚才已经告诉了平恩公,孩子原本在赵王周世云的手里。 赵王?原本?那,那现在呢?我的孩子现在在哪儿? 现在,我也不知道孩子现在在哪儿。 你也不知道孩子在哪儿,夫君,她的话,是什么意思? 云威,你听我说,华农和她的婢女从周世云的别院带出了孩子,可在半路,周世云排除了杀手。 孩子在如翠手上,华农引开了杀手,和如翠走失了。 孩子在如翠手上,那咱们去找如翠,只要找到如翠,就找到了小宝儿,是不是? 我一派人四处寻找,可并没有如翠的身影。 小宝儿,小宝儿,够了,沈云威,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,你难过,那她,她就不难过吗? 小宝儿,孩子丢了,你着急,她只会比你更着急。 你只顾着孩子,可你眼里,哪还有,你的丈夫? 孩子没了,父亲也一样难过,可她不仅要难过,还要四处去寻找孩子。 回到家,更要安慰你,沈云威。 华威,不要再说了。 你护着她,可她,又何曾心疼你? 陆华威的那些话,仿佛一颗巨石,砸在了她的心上。 沈云威沉默了片刻,向着陆华威走去。 雨威。 你说得很对,是我只顾着自己难过,没有为夫君着想。 陆姑娘,多谢你,夫君,对不起。 因为,你永远都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 夫君,陆姑娘的话已经点醒了我,我不会再那样任性,也不会放任自己沉浸在悲伤里。 让你和娘都为我担心了。 我是小宝儿的娘亲,我不想只在府里哭道,我想去找我的孩子,像你那样去找我们的女儿。 好。 殿下,我,我怎么会在您的府里? 本王倒还没问你,你与陆华威不在宫里待着,深夜出宫做什么? 娘娘,娘娘如何了? 她,她也在您这儿。 不,本王不知她在哪儿。 本王的属下发现你是,你身边空无一人。 那孩子,孩子一定是被那个人抢走了,一定是她抢走了孩子。 孩子? 孩子?是谁的孩子?被谁抢走了? 本王在问你话。 是,是秦公爷和秦夫人的孩子。 是他们的女儿?那孩子在哪儿? 那孩子,本来,本来在赵王的边缘。 周世云,就是她。 娘娘,带着我从边缘带走了孩子,可在路上,赵王派来了追兵。 娘娘,却将那些追兵引开,让我把孩子送到秦公爷的府上。 我,我没看好孩子,让人把孩子抢走了。 你可看清抢走孩子的人是谁。 王爷,我虽没看清那人的面孔,可奴婢敢肯定,那人,那人一定是赵王的手下。 周世军没有说话,他定定地看着如粹的眼睛,似是要从他的眼睛里看出,他的这番话究竟有几分真,有几分假。 王爷,你要相信奴婢,奴婢所言,居居属实啊。 是吗?本王还有一件事要问你,本王希望你也可以如实回答本王。 王爷请说。 我父皇,究竟是怎么死的? 王爷,先皇,先皇自然是病死的,您,您怎么这样问奴婢? 如粹,你要不要本王再提醒你,赵王殿下,曾给过陆华农什么? 我,我,王爷,奴婢真的不知道,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 如粹,你在宫里待了多年,自然知道谋杀皇上是什么下场,是株连九族。 你一定会奇怪,陆华农为何愿意去做这件事? 就让本王来告诉你,他陆华农为何会有这样的胆子? 因为他孤身一人,他没有父母,也没有兄弟姐妹,他没有亲人,所以没有顾虑。 至于你…… 王爷,奴婢不懂,不明白,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 不明白不要紧,但本王要提醒你一句,你家中尚有父母,还有兄嫂、侄儿、弟弟妹妹。 你若此时与本王坦白,本王可答应你,饶过你家人的性命。 但你若一心包庇陆华农,本王绝迹不会饶过你。 小少爷来了。 他怎么没来? 你娘这两天身子不好,不能来看小少爷了,可是她让人做了小少爷最爱吃的点心,让奴婢给您送来。 青罗姑姑,她的病,严重吗? 原来小少爷是担心你娘的病啊,你放心,你娘只是受了风寒,喝上几味药就好了。 小少爷,想不想去看你娘? 青罗姑姑,我可以去吗? 小少爷,奴婢这就带你去看你娘。 可是,这一路上,你都要小心些,要跟紧了奴婢,千万别惊动了别人,不能让顾府里的人看见,知道吗? 子安,你怎么来了? 青罗姑姑说你病了,所以我就求她带我来看你。 子安,过来,来娘这里。 秦子安向着顾容秀走去,快要走到床榻前时,秦子安眼睛一转,却见衣架上随意挂着一件顾容秀脱下的外衣,而那外衣上却滴着几滴乳白色的脏字。 秦子安刚看时只觉得有些眼熟,心里却是奇怪,她知道顾容秀出身高贵,平日里的衣裳事物也都是华贵非常。 她的衣裳,怎么会沾上脏字?心里却默然一睁,突然想起,自己看见那些乳白色的脏字为何会非常眼熟了? 她之前在母亲的身上也曾看过,那是因为母亲要照顾妹妹,而妹妹是早产,脾胃十分虚弱,时常会吐奶便吐在母亲身上。 沈云威偶尔来不及换衣裳,衣裳上便会落下那样的奶子,与顾容秀衣裳上的一模一样。 秦子安的心渐渐跳得快了起来,她向着顾容秀看去,念起她又没孩子,衣服上为何会有那样的奶子? 还是说,她身边有个吃奶的婴儿。 秦子安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,她想起自己走失的妹妹,关于孩子的下落,向来没人和她说的。 而自从妹妹被人抱走后,她知道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胶着不已。 她这些日子也都十分乖巧,跟着萌萌和夫子,不曾惹父母担心。 除了偶尔会趁着午睡的功夫跑出来与顾容秀主仆见面之外,她一直十分小心。 可想起那些奶子,秦子安的心瞬间悬了起来,一个念头在她心里慢慢滋生了起来,怎么也赶不走。 子安,在想什么呢?连娘和你说话也没听见。 你,你的病好些了吗? 方才不是和你说了,只不过是染上了风寒,不要紧。 那我下次,还能再来看你吗? 你有这份心,自然是好。 对了,子安啊,和娘说说,你爹还有沈云威,他们现在怎么样了? 孩子走丢了,他是不是特别伤心,特别难过,整日连饭也吃不下,觉也睡不着。 妹妹不见了,爹和娘都很着急。 你,你,你,你知不知道我妹妹去哪儿了? 傻孩子,我怎么会知道你妹妹在哪儿? 妹妹走丢了,娘亲很难过,很可怜。 子安啊,时候不早了,你今天就先回去,我要青罗送你回去,等明儿你再过来,娘现在生着病,每日里闲着无事。 等你明日回来啊,再跟娘说说你爹和沈云威的事,好不好? 嗯,好。 秦子安只让青罗拉着自己往后门走去,快要拐弯时,秦子安回过头,又是向着顾荣秀的院子看去。 揪着一眼,他却看见有个妇人,怀里似是抱着一个东西,往顾荣秀的屋子走去。 至于究竟是什么,离得远,他却不曾看清。 大小姐,孩子从昨日里便是吐奶的厉害,到了今日也不曾好,要不给孩子请跟太医瞧瞧吧,你看看这孩子。 昨日你抱着他来瞧我,这孩子便是吐了我一身的奶水,今天难不成你还想再来一次? 小姐,您瞧瞧,这孩子当真是不太好呀。 他好不好干你什么事,你只要吊着他,不让他饿死就是。 可是小姐,这样拖下去也不是法子,您就请个太医,给他瞧瞧吧。 闭嘴,如今秦时中在外面四处追查这个孩子的下落,在这个节骨眼上,你要我去给这个孩子请太医,不被秦时中发觉,你不满意是不是? 大小姐,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 滚,抱着这个孩子滚出去,以后不召见你,不许抱着这个孩子进我的屋子。 是是是,青鹿姑娘,您跟大小姐说说,给这孩子请个太医吧,您看看这孩子。 呀,这孩子怎么瘦成了这样? 这孩子吃奶不行,每逢吃了奶,又都是吐了出来,这样下去,可怎么行啊? 大小姐生怕别人知道孩子在她这里,眼下,她是绝技不会冒险,给这个孩子请太医的。 那,那这孩子…… 你精心照顾着,千万不要让孩子哭闹,吵着了大小姐。 不然,只怕她容不下这个孩子。 这孩子如今这个样子,她连哭的力气都没了,哪儿还能吵到大小姐。 清晨,秦府。 这一日没有课,秦子安悄悄从床上起身,瞒过那些照顾自己的嬷嬷,自己一个人悄悄潜入了后院。 剥开草丛,从小洞里又一次跑了出去。 上次与青鹿分别前,两人曾定下了时间。 秦子安转过弯,果真就借马车已是等在了那里,载着她向着顾府行去。 青鹿姑姑,她今天好些了吗? 你放心,你娘今天好多了,方才还去了前院,却给老太太请安去了。 小少爷,你早上吃饭了吗?要不要奴婢去给你做些吃的? 今天起得早,我也没来得及吃饭,劳烦青鹿姑姑给我端些吃的就太好了。 那好,小少爷就在这儿等着,奴婢一会儿就回来。 秦子安巴不得她能赶紧离开。 看着青鹿离开了屋子,她的心砰砰跳着,先是在顾荣秀的屋子里四下找了一圈, 却不曾看到孩子的踪影,更不曾看到孩子平日里会用的东西。 就近顾荣秀的屋子后面还有一排厢房,看着那一排厢房,金子安的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。 哦,乖宝宝,睡得饱,睡得好,才是乖宝宝。 小少爷,您去哪儿了? 怎么了? 小姐,小少爷,小少爷不见了。 你说子安,他什么时候来的? 就在方才,奴婢将他带进屋子,他说早上还不曾吃饭,奴婢就去给他准备早膳,可哪只一回来,他就不见了。 没用的东西,为何不看好他? 你是谁? 秦子安并没有理会,只抱紧了孩子从他的身侧向外跑去。 小少爷? 子安,把这孩子给我。 这是我妹妹,你不能留下他。 听话,子安。 秦子安微微地喘着气,索性将心一横,抱着孩子就要往前面。 快抓住他,不能让他跑到前面去。 眼见着就要能跑出顾荣秀的院子,后脑勺却是一阵剧痛。 小姐,小少爷他……您砸了他。 还愣着做什么,还不快些将他带下去。 是,是。 小姐,小少爷已经安顿了下来,咱们现在该怎么办? 一会儿秦府的人发觉小少爷不见了踪影,一定会四处寻找的,只怕到时候会找到咱们这里。 小姐! 事到如今,那孩子便留不得了。 什么? 小姐在说哪个孩子? 是小少爷? 再不计他也是我的亲生儿子,我难道还会害了他的性命? 小姐的意思是要把沈云威的女儿给…… 不错,那孩子本就是个烫手山芋,我本就还没想好该如何处置,没成想就被子安看见了。 既然露了相,那孩子便再也留不得。 那,小姐是想,去让乳娘把孩子抱来。 夫人,少爷,少爷怕是出事儿了。 子安? 子安怎么了? 今儿一早,少爷说想吃磁八团,老奴便去了厨房给少爷做。 可是当老奴做好,回去后却不曾看到少爷的身影。 老奴却找了一圈卫谷,却在少爷的书房里看见了这张字条。 老奴不识字,只能让王夫子来看。 王夫子说,小少爷在字条上写着,他去了顾府找顾荣秀去了。 他还说,若是他晌午还不曾回来,就让老奴拿着字条赶紧的去找老爷。 你速速带上人,进宫去找老爷,就说子安出事了,请他速速带人前往顾府。 来人,备车,我要去顾府。 大小姐,您找我。 你把孩子交给青罗,这儿没你的事儿了,下去吧。 大小姐,我……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,还不快滚下去。 大小姐,求大小姐发发子命,饶了这孩子吧。 你偷听我说话。 大小姐,奴婢的女儿刚出娘胎,连奶也没喝伤一口就腰折了。 奴婢看着这孩子,又好似看到了奴婢的女儿。 您行行好,将这孩子交给奴婢吧。 奴婢这就带着她离开顾府。 往后,她就是奴婢的女儿,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她的来历的。 大小姐,你发发慈悲,给这孩子一条活路吧。 让我们娘儿俩走吧。 你胡说什么? 小姐怎能把这孩子给你? 你赶紧走。 等等,你现在就把这孩子带走。 我会派人给你准备马车与盘缠。 往后,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女儿。 无论到什么时候,你都是她的亲娘,她都是你的孩子。 多谢大小姐,多谢大小姐成全。 下去吧。 小姐,您这是在做什么? 您怎么就把孩子给了她,让她给带走了? 那孩子已经被子安发掘在我的府上,便再也留不得了。 子安是我亲子,我总不能为了保密而灭了她的口。 唯一的法则,就是尽快把这个孩子给处理了。 可是,您不是想把孩子给…… 不错,我本来是想把那孩子了结干净。 可方才,我却改了主意。 那孩子是秦时中和沈云威所生, 是平恩宫的掌上明珠, 注定了这辈子要享尽荣华富贵。 可如今,我却把她交给了一个低贱的乳娘, 让她跟着吃一辈子的苦, 一生一世都要在贫困里挣扎。 这样才有意思。 若要这般轻易就了结了她, 那才是便宜了秦时中和沈云威。 我就要让他们的女儿卑贱一辈子, 让他们有生有世也不知道孩子的下落。 小姐,不好了小姐, 秦夫人到咱们府上了, 说是要找您。 你是说秦时中的夫人来了? 是啊,小姐, 眼下秦夫人正在前院候着, 夫人和大少奶奶已是赶过去了。 你去告诉她, 就说我身子不适, 不能去前院, 她若想见我, 就要她过来。 丫鬟领命, 匆匆离开了顾荣秀的院子。 小姐, 您是要见沈云威, 小少爷如今在咱们这里, 若要她发现了, 可怎么得了? 没什么不得了, 她来得正好。 前院, 那丫鬟见重, 便是将顾荣秀方才的话, 与沈云威复述了一遍。 沈云威闻言, 起身便要向着顾荣秀的院子走去。 秦夫人且慢, 小女性情惋劣, 言语间恐怕冲撞了夫人, 切身陪夫人一同前往。 秀荣, 你快些出来。 回夫人的话, 小姐自从给老夫人请安回来后, 就不舒服, 眼下还在歇着, 起不了身子。 劳烦秦夫人一步, 小姐听说您来了, 已是在屋子里等着您了。 秦夫人, 切身和您一道进去, 看看切身这个不争气的女儿, 又打的什么主意。 郭夫人, 原位今日贸然来访, 其实是为了此安。 您说此安? 那孩子怎么了? 难不成又将他扣了回来? 这个孽障, 你们速速去搜, 将大小姐这间院子都给我仔仔细细地搜, 一定要把孩子给我找出来。 秦夫人说, 子安在你这里, 是不是? 你说, 孩子到底在哪儿? 秦夫人, 我有些话想和你说。 有什么话, 你就当着我的面说清楚。 有关您孩子的下落, 您也不想听吗? 顽顾不灵。 顾夫人, 有劳您先出去, 我也有些话, 想问问顾小姐。 你听着, 莫要乱来, 咱们府上为了你, 已经丢尽了颜面, 你若是敢对秦夫人怎样, 别说你爹爹, 就连娘第一个也不会饶过你。 秦夫人, 那妾身就先出去, 秦夫人若有什么事, 向外面换一生即可。 有劳顾夫人, 告诉我, 子安在哪儿? 不用着急, 秦子安毕竟也是我的儿子, 我不会伤着他的性命, 不过是让人将他关在了地窖, 要不了多久, 他就会被人找出来。 你把他关在了地窖, 你好狠的心。 沈云威, 我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这样狠, 你便可想而知, 我对你的女儿又会如何了? 你说什么? 我的女儿, 她在你的手里, 你知道她的下落。 这块玉佛, 你应该识得。 这是小宝儿的玉佩, 怎么会在你手里? 说, 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? 旁人都说你对秦子安视若几出, 就连秦时中张口闭口也都说你是个好娘亲, 对她儿子好。 可你瞧瞧, 子安和你亲生女儿的消息, 你听在耳朵里是一样的反应吗? 你快告诉我, 我的女儿在哪儿? 你把她怎样了? 我把她怎样了? 沈云威, 这世上我最恨的人就是你, 你自己用脚趾头想想, 也应该能想到我会怎样对你的女儿。 沈云威, 我时常会想, 我堂堂国公府的嫡小姐, 为何会在你面前一败涂地? 秦时中也好, 周世军也好, 为什么, 为什么他们偏偏都对你死心塌地? 直到现在, 我才终于觉得自己赢了你。 不论是你的女儿, 还是你自己, 你们母女的命, 全都要终结在我手里。 沈云威一惊, 从方才那生不如死的心痛中回过神, 他看着那眼底满是杀意, 向着自己扑来的孤容秀, 本能般地向着外面跑去, 欲高声唤人, 可不等他发出声, 顾荣秀已是从他身后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。 沈云威呜咽着, 挣扎着, 却如何都正不脱顾荣秀的禁锢。 这一个月以来, 因着女儿的走失, 他食不下咽, 夜不能寐, 大大的损害了他的身子。 而今虚弱的沈云威, 又如何是顾荣秀的对手。 我知道, 我杀了你, 自己也活不了, 在这世上, 就连我的亲娘都巴不得我赶紧死。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? 可是沈云威, 在我死之前, 我要拉一个垫背的, 那就是你! 他一手仍是紧紧地扣着沈云威, 另一手却是取出腰间的火折子。 那维曼最是一燃, 刚沾上火星子, 便是立刻烧了起来。 那火势起得异常地快, 几乎一眨眼的功夫便是火光冲天。 你做了什么? 我在家具上都抹上了铜油啊, 你刚刚进来, 难道没有嗅到吗? 你和我娘一样的愚蠢, 不过也好, 你如今死在了顾府, 我娘也逃脱不了甘心, 秦始终绝对不会放过他 更不会放过顾家的一家老小 你疯了 夫人 不好了 小姐的屋子着火了 快 快让人去救火 平安国夫人还在里头 沈云威 你瞧 到了这个时候 我娘都还惦记着你呢 我的丈夫 我恋慕的男人 我的儿子 我的母亲 他们 他们都想着你 但好在 不论他们有多照顾你 你都要和我一道走了 我等的 就是今日 不论 不论 不论